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 我是王墨 一名普通的小学生 不过一天神奇的事发生了 没想到我得到的娃娃 竟然是被诅咒的仙子 当与她缔结了契约 娃娃就会获得生命 而我也拥有了魔法 不过现在 我失去了魔法 又变回了那个呆呆的我 没想到 水王子竟然也来到了人类世界 还和凤银沙联手来学校找我们 我不相信她是坏人 失去了魔法的我 你只能靠剑膀和奇纳保护了 加油 自以为是 剑鹏 奇纳 你们小心啊 没有先例帮不上忙 还来凑什么乱呢 你 我们没有法力 也要来帮忙的呀 剑鹏 小心 他们两个风与水 都是无形的力量 不可用蛮力 我可不是当年的我了 让你们见识一下 我在仙境修炼的成果 主人 加油 大家都到齐了 我来布下结界 免得伤到其他东西 切开神秘的眼纱 清新萝莉 世界 叶萝莉魔法 好 我先行动了 叶萝莉魔法 闪亮起来吧 听听植物的声音 跟进消毒 我的朋友 让我化成美女的使者吧 这 味剧了好具体的能量了 这不成正了 真帅气 无尽的自然之力 我愿闪亮起来吧 什么 他竟然有操控植物的能力 这疼是哪里冒出来的 快 叫我去追个坏人 我童韵 放开我 主人 没事吧 没伤到吧 被植物教训的滋味如何 剑鹏 好帅气啊 这是你的什么新招数啊 这是我来自大自然的新朋友 看来剑鹏和亮彩 已经修炼成了他们自己的法术了 可以操控自然的力量 了不起 看来我们也要加油了 难以置信 直如会选这个人类作为使者 我的朋友 抓住这个小子 你是我的力量帮我对付 小看你了 就快感受我的血腥了 主人 我们也展示一下吧 叶萝莉魔法 也在神秘的面上 全星萝莉 宝剑飞出吧 家庭 我记得了 讨厌的只有五秒缠住我 死刀 挣脱了 主人 主人 爽儿 你开掉就好了 竟然伤害我的朋友 我们要把伙伴们的朋友 交配还给你 叶子 站起来 叶子 叶子的秘密被决定了 揭开神秘的面杀 子神 主人 主人 他们成长得好快啊 主人 不然高度成精的水之身 岂如荒丧的人事反无触放 开手机机 汇聚百川 水龙 既然找到了我的名额所在 我会找到机会呢 你就这么走了 我可怎么办 让这个人远离我们 变成天上的星星吧 主人 好奇怪 为什么你身上感觉不到 叶罗莉仙子的生命气息 你真的是和我们一样的仙子吗 再啰嗦 你还不快走 你身上一定有秘密 在人间使用一下集训的成果 真过瘾啊 像变了个人 很靠得住吗 我才先进了解到 万物都有意识 辛苦你了 兄弟 谢谢你将力量借给我 伤得还痛吗 刚才也多亏了奇纳保护我们 奇纳 谢谢你的帮助 我们班得了第一名 不客气 这都是你们努力的 和我没关系 要是让我美丽的孔雀上台表演 别说第一名了 你们会得到特等呢 没有特等奖 我这次也大丰收 看我得了多少脚牌 剑鹏 你是怎么修炼的呢 要控制住自己的仙气吗 这个 我也不知道用语言怎么形容 总之就是跟随你的心 就会发现法术的力量 因为我是天才嘛 你也教教我们了 好啊 我带你们去可以增强我法力的地方 或许对你们恢复先例也有帮助 增强法力的地方是哪儿啊 今天体育节放学早 咱们还有个时间 跟我来吧 快带我们去吧 那就听我的闪亮起来 跟我们走吧 吴杜仇 你跑得慢 我来带你 姿姿舒颜吉娜 最后到的要演节目哦 他可真是好精神啊 大家加油 别辣椒 闪亮起来吧 到了 这是什么地方啊 进来就知道了 好神秘啊 这好像是公年墙上的洞 钻洞也太不文雅了 别打小姐脾气了 好吧好吧 就听你的吧 这里就是可以提高先例的地方 这不就是个普通的花园吗 树精告诉我 叶罗莉仙子的力量来自于自然 所以在每一个大自然中 最容易吸收到力量 回到人类世界后 我和亮才也有在这里不断练习法术 原来和我在书里看到的一样 全是五颜六色各种花啊 只剩这里果然有好温暖的感觉 太美了 太美了 伙伴们出来吧 我已经给大家施了眼神状 以后再也不用怕被人看见了 太美了 太美了 就像叶罗莉仙境一样 这大自然的气息好棒 只是在这里我仿佛感觉充满了力量 这么美丽的地方就在城市里 不敢想象 这座街心公园 其实咱们每天上下学都会路过的 就是从来没有进来过 哇 这么一大片美丽的花海 主人 拿 送给你 带上花朵主人会更美丽哦 谢谢 主人 你在做什么呢 完成了 我再编美丽的花环啊 杰出变身的我 怎么就不能大方的和大家打成一片呢 琪娜 打起精神吧 来这边和大家一起玩哦 哇 摩摩手好巧啊 琪娜的花环好可爱啊 那我再多做几个给大家 琪娜 琪娜 粉色的送给你 主人 人家也要换我吗 我也帮你们做好了 莫莉的 书颜 还有思思 孔雀 我发现好东西了 看 是蒲公英 这有什么特别吗 大家一人哪一支 我来教你们个游戏 咱们数一二三一起吹 吹了会怎么样呢 会实现愿望吧 我许个愿 铁皮平安回家吧 一 二 三 啊 蒲公英散开了 飞絮都飞到天上了 其实 我们帮了蒲公英一个忙 它的飞絮是它的种子 它们会飞到世界各地去传播种子 真的 可惜现在很少看到了 城市越来越现代化 这种大自然的空间 也越来越小了 现彭发现的这座花园 真的很难度 哎呀 肚子叫饿了 要是用莫莉做的点心就好了 要是我的心意来在 马上就能变成一种 竹子狗接着 果子 大自然的美食也有很多 这树上的果子这么大 肯定很甜的 瑟瑟也给你一个 烟果子能吃吗 得消灭太大了 别再出品气了 咱们不定吃了没病 没有农药的 擦一擦就可以吃了 好甜 好甜 比我家保姆买的那些进口的都甜 当然了 自然是它的果实 它比平常也不重置的 甜不少的 嘿嘿 铁仔来了 可是在哪吃呢 让我用夜罗莉魔法吧 夜罗莉魔法 揭开神秘的面纱 夜餐出 新鲜的野果 夜餐牌里开始了 好吃 好甜啊 今天真开心啊 哼 好饱 在这里感觉可以忘掉所有的烦恼 骨头种 尤其这里面的花蜜很甜的 真的好甜呢 哦 哦 风暖的阳光 美丽的蓝天 芳香的花 真好 所以 我们要守护着美丽的一切啊 夜罗莉仙境 本来也是这么美丽的 仙境 真的有这么美吗 你说什么 菲林 你说什么 你怎么会不知道仙境 你不是夜罗莉仙子吗 太久没回仙境 有点忘记了 嗯 菲林这孩子的身世 希望一切会没事的 奉上夜罗莉仙子的先例 破除心灵的封印 打开大门 任我通行吧 大门已经打开五分之三了 现在只要尽快捕获最后的两个仙子 我将派出我的暗夜大军 人类世界就是我的了 好 破坏之后 创建新的智慧 我就将要统治那里 哼 还有一件事需要解决 本以为夺走记忆 将它变成玩具 在人类世界会被很快废弃 没想到 它竟然被王莫救了 还被罗莉赋予了生命 到底是由某种力量在吸引着他们呢 主人 洛莉 你们不会忘了我吗 快来救我啊 既然如此 都让我认识了 或许会是一部不错的棋 好想回家啊 你 曼陀拉 你要干嘛 你放了我吧 俺这是个普通的铁皮玩具 俺想回家 你真的不记得你是谁了吗 好吧 你这个破烂玩具 想变成人 变成人 怎么可能啊 还有你想像萝莉他们一样 拥有魔法和力量吗 我拥有魔法 你别动了 我又不是叶罗莉仙子 或许你原本就是呢 本来就拥有魔法 不过被遗忘了 叶罗莉魔法 俺的头又开始痛了 为什么有好多画面 在俺的脑海里闪现 到底是什么 恢复他的记忆吧 想起你是谁 快想起来了 我是你 你居然把俺变成这样 现在俺的先例恢复了 蛤 哼 恢复了又多 还不是我对手 真可惜啊 你刚刚恢复记忆 就又要失去了 不过这次我要给你一个新的诅咒 换个新的记忆 不过 我就暂时保留你恢复的魔法了 让你为我效劳好了 并且再赐你一个新的身份 你应该展现我 让我忘记过去的痛苦 不要 不要再失去记忆 不要忘记主缘和罗莉 这可由不得你 你罗莉魔法 清除她的记忆 让她变成我支配的玩偶 最后的一点铁皮 还是留着呢 以全新的生命醒来吧 铁皮原本是什么人 叶罗莉战士们能会 对不起 对不起 我真的有什么人 要不要放下我 不会放下我 让我来放下我 好 你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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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回事 你怎么回事 没有没有 你怎么回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